女星赵露丝爆红后却接连不断被爆出 在片场有不当行为 包括把口香糖吐在助理手上 骂脏话等 随后赵露丝对多家 流出相关影片的营销号提考 没想到日前却败诉了 其中一名被告发文表示 由于手机号是奶奶在用 因此并未收到开庭消息 然而在缺席庭审的情况下 自己依然胜诉了 开心直呼国家法律值得信任 并晒出了一审判决书 只见判决书上写道 赵露丝作为公众人物 在享受群众追捧的同时 也应该对公众的部分质疑 批评具有更高的容忍义务 而赵露丝的律师则回应称 将会继续上诉 呼吁网友们在终审判决 还未出炉之前 不要过度解读一审判决内容 对此网友们认为 该名被告发文爆料时 没有直接写出赵露丝的名字 钻了法律漏洞 才能够逃脱法律制裁 也有不少人同情赵露丝 被造谣了还败诉 希望日后这样的事情 别再发生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